原标题 是休息而设的宫殿 仅此而已 清代有八位皇帝先后居住在养心殿 清初顺着皇帝并逝于此地 康熙年间 这里曾经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 专门为其制作宫廷运用物品 1772年 用正命人打扫了养心殿 搬到这里就寝办公 自此养心殿名声日龙 时至今日 许多影视作品中都出现了养心殿 使这座宫殿的知名度水涨船高 实际上 雍正并不是第一个到养心殿中办公的 一百年前 养心殿正是为宫贤的丙比职房 也就是所谓的办公室 1589年 一个河北青年背井离乡 拿着亲戚朋友凑来的一包碎饮 不远千里来到京城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为一名太监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这个人就是魏忠贤 此时 已经22岁的魏忠贤 并不适合当太监 毕竟太监均在年幼时入宫 22岁早已过了太监的黄金年龄 可是魏忠贤偏偏凭借出众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得偿所愿 成功去使成为宦官 在宫里混得顺风顺水 魏忠贤在宫中扎根后 被人随便学了个名字叫李靖忠 由于这个新来的太监不拘小节 十分豪爽 深得主子宠爱 可惜的是 魏忠贤此时只是宦官集团的最底层 想要爬到巅峰南鱼登天 但是 上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年轻人 在东宫侍奉了一段时间王才人后 女主人敬畏太子生下魏忠贤此生最大的贵人朱游孝 1620年 随着两任皇帝先后驾崩 魏忠贤从小带大的朱游孝坐上了龙椅 此时的魏忠贤自然跟着鸡犬升天 魏忠贤得是 在朝中风头无两 据传 有许多官员慕名而来 代魏忠贤为干爹 称其为九千九百岁 那么 为什么不是万岁呢 毕竟 万岁是自己的主子朱游孝 若被称为万岁岂不见月 魏忠贤入宫之前 只有一个女儿 谁能想到 年过半百失去生育能力的魏忠贤 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子孙满堂 并且 这些子直接身居高位 天启四年 内阁首府顾秉倩 领着儿子拜访魏忠贤 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磕头道 本来我想要拜您为干爹 可我怕您嫌我须发皆白 所以 让我的儿子拜您为爷爷 兜着圈子 让魏忠贤当自己的父亲 内阁首府尚且如此 何况朝中摆官呢 内阁中另一位高官则简单得多 因自己本身欣慰 所以 省去了许多麻烦 直接认魏忠贤为叔父 还时常与魏忠贤通气 揭心笔行书 外提约内阁家暴 过了段时间 魏忠贤的儿子孙子越来越多 其中 最出名的被人们编成顺口六 五虎 五标 十狗 十孩 四十孙 魏忠贤搬到养心殿中办公 自此 车座宫殿 的热闹非凡 每天前来拜见的官员无数 与上朝不遑多让 当时 魏忠贤的走口有多少呢 史及记载某次有个朝中大员 与魏忠贤意见不合 顿时几百个小官挤进内阁 推推嗓嗓 破口大骂不绝于耳 其他人连声都不敢坑 并且 每逢正月 养心殿外总会聚集 恕不清的达官贤贵 因为魏忠贤的生日 就在正月三十 往往到了正月中旬 全国各地的官员 就已排着队前往京城祝寿 每天院子里 熙熙攘攘摩肩接种 全都是向魏忠贤拜授的孝子贤孙 千岁 九千岁之声想彻子进城 连住在隔壁的猪游校都能听到 没读过几千书的魏忠贤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学父武车的文官们 排着队巴结自己 就连国子健的学生 也要把自己与孔子并列 供奉起来 魏忠贤连这些人写的东西都看不懂 得靠人翻译成白话后才能勉强理解 魏忠贤没有学惯古今的文化水平 也没有心机成福 甚至连野心抱负都没有 这个平日里 大方豪爽 甚至被其他人称为傻子的家伙 半推半就获得了旁人一生都得不到的权利 既然说到了魏忠贤 那么 我们再说说明朝时期的党争 文官集团随着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 爆发弩数场明争暗斗 这些文官结成党派 自万力气愈演愈立 那么 何为党争 实际上 就是官员根据阻击拉帮结果 共同追求某种政治目的 而与其他帮派明争暗斗 这里面 最著名的官党叫竖旗 楚 这三党 这些党派之争 提出只是借着朝廷这一交流平台探讨政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了味道 就是论事辩论朝政的越来越少 意见不合人身攻击的越来越多 党争逐渐只论党派 不变黑白 随着党争逐渐发展到白热化 东林党人加入战局 一代先前党争的政治之争及派别之争 而是直接来了场 用道德标准攻击的的政协之争 将鸡飞狗跳的党争升华为血肉模糊的党争 起初 东林党的组织结构并不严密 与宁万利之前曾出现过的三党相似 其实 就是东林书院毕业生的集会罢了 到了万利二十二年 利不郎中顾献成 被贬折回老家无系 仕途无望的顾献成 索性荡西教书先生 在东林学院讲学 顾献成在无锡学子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此后 东林学院出身的官员活跃在朝堂上 这批官员被称为东林党 顾献成始终强调学史 政务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 这也就成了东林党官员们的核心价值观 由于 东林学院出身的官员 向来自诩为君子 所以 所有与自己理念被造而持的人 全部被划分到小人 奸邪的行列 在政治场上 意见相左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可东林党人将自身视作正统 而其他言论一律一杆子打死 很明显这种政治理念存在极大的问题 万历皇帝驾崩后 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其他官员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在当时的官场中只有两条路 一是投靠东林党 二是继续坚持己见 被视罪异端 一时间 东林党在朝廷的风头无两 就连缘重换这样的挂案员 也被歧视作奸邪 东林党的作风 有些类似于如今的道德绑架 东林党人以自己的道德准则约束所有官员 被扣上奸邪帽子的官员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本来身为统治者的皇帝 此时应该站出来 可是朱游孝一心一意只热衷于木匠事业 无暇顾及官场乱象 此时走投无路的官员们不得已之下 纷纷选择投靠东林党 或是追随当时势力极大的魏忠贤 依照东林党人的价值观 魏忠贤无疑是朝中监党的首脑 也是东林党的首要敌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 魏忠贤只能选择与走投无路的小人们联手 铲除东林党 政治格局中并没有绝对的崇高与绝对的卑劣 事务绝对 走上两种极端的政治思想 都是极其危险的 虽说绝对崇高的政治观冠冕堂皇 在表象上代表绝对正义 但是 这群人对政治的威胁堪比坚定 很快 坚定们列举了一份东林党名单 将这份名单转成给魏忠贤 为了让文化水平不高的魏忠贤 能够读懂这份名单 这份花名册的形式 效仿了水浒中天罡地上的牌位 分别由重级亲的列举了 兼党们要铲除的对象 魏忠贤虽说大字不识一个 但是 平日里 坊间评书还是听过不少的 他兴高采烈的 将这份黑名单 递送到皇帝手里 朱游孝也是个文盲 他的文化水平比魏忠贤更糟糕 连水浒传都未曾听过 于是 魏忠贤耐心的将水浒传的故事 讲给朱游孝听 朱游孝听了梁山好汉们 曲折离奇的故事后 拍手叫好 高呼 原来 东林党是一群梁山好汉啊 搞得魏忠贤哭笑不得 最终 只能将这份名单血藏起来 不再向朱游孝提起这件事 虽说 朱沙 东林党得不到皇帝的支持 但是魏忠贤仍按照名单上的顺序 将东林党人依次称处 史记记载 当忠贤横时 肖小西进甘宠 金献善类以自媚 石锁积接东林也 到了后来魏忠贤的动作越来越大 在东林党人周围设下层层埋伏 但凡触及这些陷阱的官员 全部当成东林党人迫害 天启四年 几十名官员被打入大狱 其中 有十几人死在狱中 朝中被贬官者多达二百人 降职的更是不计其数 那时候东厂的击捕人员自出横行 凡他们击访过的地方 不管情况是虚事时 都被整得稀赖 外希里承恩 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 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 为忠贤诬告他盗窃成于服侍等禁物 将他判了死罪 忠书吴怀贤独阳莲的作书时 机长赞叹 加奴将他告发 结果还贤被杀死 家也被抄了 五边蒋英阳为雄雄臂送冤 立即被诛死 民间偶有言 语处犯了魏忠贤 便被捉拿杀戮 甚至被包皮 磕食 被杀者不可胜数 人们路上相遇 只能以目传异 不敢言语 原本是朝中官员之间的竞争 最终 却让一个太监渔翁得利 魏忠贤原本只是个皇帝身边的红人 不明不白的 被一群头靠自己的官员推上权力的巅峰 无限的权力使魏忠贤越来越膨胀 就像是吸食了过量的鸦片一样 目光涣散飘飘然 1627年夏末 当了七年木匠的朱游孝卧阶带床 病情日渐严重 眼看着靠山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为忠贤心抵竹坟 一个月后 朱游孝驾崩 为留下姨子伴侣 朱游孝总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军妖者 按照祖训应该由朱姓的兄弟继承皇位 朱游孝继承了哥哥的皇位 是魏崇真 崇真上位后还不到半年 魏忠贤就被新主子一脚踢出皇宫 奉命去皇宁守墓了 魏忠贤起城后 自京城出发 从河北收到崇真 追杀自己的消息 那夜 魏忠贤一个人守在驿站中 将亲随显散 等着自己的宿命 此时 隔壁传来一首小曲 逝去石衰 灵落如飘草 听完这首小曲后 魏忠贤用仪卷白灵 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之后 朱游孝令将魏忠贤之解 悬头于河间府 并且 将客室鞭死于幻衣局 魏梁兴 侯国兴 克光仙等都被处死 并报失街头 还抄了他们的家 参考资料 养心殿 卓忠志 明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